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我們人民力量這個記者會主要其實就是 講我們7月13日會做什麼 接著會做什麼 當然我們都會約了講一下 在早兩天 我有一份新聞稿給大家 借一份新聞稿來說兩句 剛才就應該有最新的消息 就現在未經證實了 政府可能就會延遲易讀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不是撤回方案 是延遲易讀 這些也都符合了建制派 今早在法案委員會裡面 每個人都在那裡雙驚白有嚇到賴尿 你不要害我 他們的要求就是 都是一些所謂 他們認為的主流意見就是 要諮詢 就不要那麼闖撫立法 未必一定要等今年 即11月 區議會選舉就要有這個法例出來 因為他現在林瑞涼的理由 就是經常都是講 11月區議會選舉就是來不及 現在建制派 其實大部分的建制派 現在整個法案委員都是建制派 因為沒有民主派的參與 他們的主流意見都認為應該要資訊 所以剛剛就有消息指出 政府可能會延遲易讀 延遲易讀 極有可能在下一個會期 即12月份 才交來立法會易讀 因為譬如今天 在今天的午夜之前 他要交個修訂 即是跟我們一樣 我們進的修訂案 現在進了五六八條 今天我們會繼續 我們要求他給多24個小時 我們 我們又會繼續入這個修訂案 我們就已經向警方申請了 即是用人民力量名義 就在中環王后長那場花園 和遮打花園舉行集會 713 現在是唯一 一個民主派的團體 正式向警方申請 現在是康民署 應該多數都是會批的 我們就會花些錢在那裡搭台 我們歡迎其他民主派的組織參與 因為這幾天叫到震天駕響 包括民主黨 在那裡抄水 叫人包圍立法會 即是見到七一多人遊行 開始成班 你看現在多勇 我那天被六個保安按住的時候 又不見他們幫忙 是吧 最先我們反對這個替補方案的時候 在政制事務位 不會被人烹走的時候 又不見他們出聲 是吧 所以這幫人呢 真是教不住 最擅長就抄水 有得搶就搶 這個你可以不捨 但是7月13號呢 我們是歡迎 所有香港人 其他各黨各派 我們出錢 搭過台 給了音響 OK 大家來參加我們的集會 兩邊我們都會搭台 即是打花園和王后長講場 即是你慘得過我籌了四十五萬嗎 是不是 不是 四十八萬 四十八萬 不是計錯了 有一個商沒有計 OK 即是總數是籌了四十八萬 恭喜你 恭喜你 那我們就已經向康民處 我們第一個申請了 應該這個台就是給我們在這裏擺的 不過我們就無所謂的 我們歡迎其他民主派朋友 一起去搞這個包圍立法會的這個抗爭 即使他在今天宣佈 他會延遲易讀 我們集會都是照常舉行 因為我們的訴求是很清楚 無條件撤回方案 不是延遲易讀 這個是跟其他民主黨派 可能有一點不同的 我們是要他無條件撤回方案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訴求 我們的新聞稿裏面也有提到 即是我們都在這裏要譴責警方 是濫用暴力 濫用這個權力 在這個清場的時候 我們那天是很有秩序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一個抗爭 我們在人民力量 在維多利亞公園4號集合的時候 已經有超過一萬個群眾和支持者 就跟我們一起行 由於大家知道維園的出口很窄 所以我們就好像斷絕和寵 被人斬開紀錄 後來我們的總指揮 包括欣申講 還有副總指揮 劉翁 劉家鴻 另外我們去到中環 我們又換了一個總指揮 叫陳偉業 結果他就要被人噴到通眠 也是 我們這三個當日遊行和集會 抗爭的領導人 我們一早都已經商量好分工 所以都是按照我們原定的計劃進行 去到修盾的時候 人網那裏我們搭了一個高台 我們呼籲我們的支持者 全部在修盾球場那裏重組隊伍 所以在修盾最高峰的時期 在傍晚的時候 那些遊行人 最後那幾段還沒走到政府總部的時候 我們七點鐘左右 我們六點多在那裏集會 那時大約有五六千人 五六千人經過我們呼籲之後 我說我們接著要去禮賓府 我們有先頭部隊 就是陳偉業和欣申講 帶著幾百人 就去了禮賓府附近 但是被警方是封住的 後來他們就回來收盾和我們會合 然後我們就呼籲群眾 我說我們就要求那些長者 傷殘人士和帶小朋友的人 離開現場 就是他們今天所做的 就已經是做了他們應該做的事 因為我們下一波呢 我們要去禮賓府衝擊 OK 那我們不希望那些搶者 撫餘去參加 於是正下來大概有三千人 就在我們幾個領導 就是大領之下呢 就慢步地走到這個中環 結果所有上禮賓府的地方 和王后大道中 都被警車和四方八面的衝鋒隊 據我們所知那天是全港的警區 包括新界北、新界西、新界南 所有水警 全香港的警察總動員的衝鋒隊 都在中環的 大家都知道中環在擾讓的有兩批人 一批呢 就是那些八十後的社運 青年 還有FM101和社民連 幾個團體 就在江洛道中 我們人民力量有二千多人 就在金鐘島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那裏 就在那裏坐了兩三個鐘 就準備和警方呢 這個對峙 因為它攔住 那我們頭那兩批人呢 即是和他有肢體碰撞的時候呢 警方就用胡椒噴霧 在霧預警下 陳偉業一向夠大隻 首當其中兩隻眼都中招 我站在他身邊更嚴重 是吧 一樣要中招 差點被人夾到呼不到氣 幸好當時不知道是有個警察 還是什麼 舉高另外一個警察的手 讓我可以捐過 不用讓他兩邊好像三文字 當日我可能會出事的 是吧 有上帝保佑那隻右眼噴不到 如果噴到右眼就盲了 因為我們右眼是剛剛做了個大手術 對吧 所以這個是上帝保佑 事後呢 我們陳偉業呢 因為警方通知我們 他會警告 警告之後呢 就拘捕了 拘捕會告我們非法集結 所以我們作為 帶領群眾的人 是有責任通知 和我們一起坐在這裏的群眾 告訴他 下一步呢 警方是要抓人 是拘捕 他不是清場 他簡直是拘捕 所以 我們要通知 即是在場群眾 如果你認為你不方便被人拘捕 那你就要離開現場 在離開過程之中 竟然一度 警方不讓那些人走 要抓起來 後來 即是大家在這裏 對峙了一段 才放了那些人 我幾百人的電影不順 就在天橋那裏 一直在罵 我們在現場剩下百多人 包括我們人民力量的所有負責人 我們政府總指揮 和現場抗爭的總指揮 陳偉業 劉家鴻 這個欣申港 老贏的 六十多歐 都要 你有沒有索帶 有 不是 手球 你手球 你是VIP 和我一樣 所有這班 包括萬必 所有我們 林宇洋 全部被抓 總共一百四十多人 就去這個北角警局 那個助理OC問我 他說 旭敏 你們擔不擔保 我告訴他 對不起 我們拒絕鋪食 我們這百多人都不會擔保 你要不就問我四十八個小時 要不就起訴我們 要不就放人 於是在辦了那些很繁複 很愚蠢的手續之後 八個小時 就陸續把我們這一百四十多人放了 就沒有檢控 但是放之前就警告我們 說anytime可以拒絕我們 然後我們非法集結罪 OK 我們在這裏強烈譴責警方 濫用暴力 是不是 對我們 完全和平理性的抗爭 要落了媽葉 是不是 我不要說立法會議員 有多厲害 大哥 我不會反抗的 是不是 背著這樣落媽葉 是不是 接著記者過來 拍人不給 已經有個亞視記者被人壓低 你明白嗎 很過分 很過分 陳偉業 不斷鬥臉噴 鬥臉噴 你明白嗎 又被人擦頸 滾了在地上 還被人扔兩腳 幸好他夠大 真是當他沙包一樣打 你明白嗎 這件事我們會追究的 我們在保安市 沒有人會追究 我跟警察說 我說你們這樣對我 我不怪你們 因為一定是這個 托鷹下命令 所以我們一定會去保安市 你不要讓我有機會見到托鷹 他每年一定要來報告 那個警方罪案數字 我一定撐到他上天花板 令他受足夠的羞辱 是不是 否則不能彌補 我們的記者被人打壓 是不是 我們和平示威的人被人粗暴對待 這個我在這裡說 You have my promise 我們一定會在保安市務委會裡面 或者其他的渠道 要令到這位警務處長 受到應有的羞辱 我告訴你 是不是 這個是他應得的 是不是 你現在香港淪為一個警察國家 警察城市 是不是 你看一下 你看到最近 你看到輿論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強烈譴責警方 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求政府立即 無條件撤回這個方案 7月13號 這個包圍立法會的活動 無論他今天是否提出 就是言辭義讀 我們都會照樣舉行 不過如果提出言辭義讀之後 可能那個聲勢就沒有那麼厲害了 只有我們人民力量做了 是不是 其他的可能收工了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7月13號起 大家要加個起字 因為那個變類時間可能很長的 我們都會在立法會門口集會 是不是 大致上的情況是這樣 或者我們請其他成員 一大九光局 謝謝